这换了新的哥斯拉草装有没有感觉MVP的动作更霸气了呢 Z今天来突免团境就穿着最新的草装跑酷一把 刚刚局就遇到两个想要衣服的小兄弟 是你们的手速不到位没抢到啊不能怪我 与子依这局要露宿来啊 还是以下次有缘皮皮道再给他们吧 赶紧跳开 结果这两个小兄弟衣服没要成却变成了强化战士 第一这道衣服其实跟上师还是长得差不多的 就是多了条尾巴 其实我们本是同根生啊 为什么你们要抓我呢 鞭炮过来把背包丢掉露出我们帅气的背棋 这套套装呢是应该是唯一一款有呼吸灯的啊 全身都有呼吸灯 之前有一副只有某些部位有 那现在基本就浑身都有 尤其是背后这个棋 当然当你有背包之后呢 这个棋也看不到了 所以这个套装呢 只适合在突变团件里用 但你玩经典模式其实不是特别好啊 当子依变身成为猎手之后 你会发现哥斯拉的头没了啊 紧接着而来的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面罩 里面有个小当师自闭了 想找条缝端进去啊 本来还想帮忙她呢 结果屋子一其实心慈手软了 饶你们一命 结果人善被人欺啊 两个小兄弟我来保护你们 旁边我队友 只要敢动你们一根毫毛 我真的挡不住 没了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MVP 1910G的闪耀之心啊 当然一看这MVP动作可恶啊 又被这个人装到了